嗨 姐妹們 我是Nancy晶晶 12月就是聖誕節的月份 所以就是要有各種不同有關於聖誕節的影片上傳 這一次就是不只卡片之外 我也有新增了一些聖誕節小物 那像上一個那個是聖誕樹松果 松果聖誕樹 講反了 松果聖誕樹的小物製作教學 然後也有材料包 我就覺得那個就非常的療癒 這一次也是小物 可是就沒有材料包了 大家找一下亮點在哪裡 就在這個框框裡面 好 其實看過封面的人也知道是什麼東西了 OK 我就直接公佈 這是它 可愛吧 嘿嘿 猜猜這是用什麼材質做的 我翻過來被敏圖就會看懂了 一堆軟木塞 所以你們懂為什麼這個不會有材料包了吧 因為 你要一直不斷的喝酒啊 我又不是酒鬼 之前我就有在秘密社團跟大家聊過說 其實像這些軟木塞啊都是我每一次去參加酒展的時候所蒐集下來的 就我平常出差的時候參加酒展 我就有在收集 就是為了這一次聖誕節 就是想要用軟木塞跟一些其他東西去做結合 這個聖誕樹我超級滿意欸 然後 然後萱萱一直說 它可以贏過松果聖誕樹 可是我覺得 他們絕對是不同的風格啦 這個是松果聖誕樹 這個是沒有小公仔版本的 對 有小公仔版本的 大家可以去點 呃之前的那個影片 嗯 很可愛吧 投票 大家覺得喜歡哪一個 留言留言 呵呵 我覺得都很喜歡 我不會特別偏愛哪一個 因為我覺得他們有不同他們的特色 那像這個軟木塞的話 我覺得是 非常的廢物利用 就是 它原本是一個不要的東西 但是可以把它 可以把它利用下來這樣子 那 松果聖誕樹 是它就是很有 就是季節的那種氣息這樣子 而且如果加上松果 是你親自去剪的的話 那真的是perfect 可是松果不好剪 像我這些裝飾 其實都是有一點沿用 就是之前松果聖誕樹的一些小裝飾 像這個就是那個 14K斤的小蝴蝶結有沒有 14K斤 然後這個是 昨天 昨天直播 有說我在 直播館買的手做素材 很可愛 然後這個是鈴鐺 真的會響 大家聽得到吧 好 有興趣的 就繼續看下去吧 GO 首先呢 要準備五個第一種酒餐 怎麼辦 你們沒喝酒的話 要去哪裡準備啊 就可能長輩有喝的話 就是請長輩留給你們一下 好大家看到 我其中一個已經 偷偷的開始切了 我發現其實切這個沒有到太容易 大家要小心安全喔 就是一開始切下去的那一刀很輕鬆 可是後來的時候 你們就要像我這樣子 就是有點 穩來滾去左右的切 就是慢慢的切才不會 就是傷到你的手 然後力道要拿捏好 我比較擔心比較多就是 看我影片的人是小學生 這樣子會 OK成功了 會比較危險 這樣子就切好了 然後你們可以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出來 像這個啊 它可能會有點不平的吧 平應該是這樣 可是你看 因為它的那個刀面啊 就是 切的過程中難免會有點斜斜的 然後像我就會這樣子修一下它 讓它平一點 然後我把剩下的也都切好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排喔 這個也有點不平 那還好啦 算了 排排排 你們看 這樣就可以排出一顆聖誕樹了 有沒有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形狀 接下來呢 就可以拿出這種各種不同顏色的紙 我決定拿廢紙 像是我覺得也很適合聖誕節 那有什麼樣子的呢 紅色是一定要嘛 因為就是聖誕節的氣氛 然後 這邊都沒有綠色喔 我想要找綠色 啊黃色 可是這不會吧 啊這個紫色 這紫色其實是亮亮的紫色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出來 你看大家 你看我富貴手又開始了 好討厭 好就是多找一些不同顏色的紫 好的 那這是我最後剪出來的圈圈 那我們就來組合一下 因為聖誕節嘛 所以我紅色的元素一定會放的 比較多一點 所以紅色我選擇了三顆 然後不知不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最後都挑這種粉色型的 只有這一顆是紫色 然後這個也是粉紅 粉紅 嗯 那這顆是什麼 啊是它喔 那完了我覺得應該要錯開一點 就是我不喜歡讓它 太集中 就是一樣的花色太集中 歪一歪 這樣子 嗯這樣子差不多 我覺得大家可以把握一個大原則 就是紅色可以多一點有三顆 然後像這種比較有主題性 這種花紋子的顏色也可以有三顆 然後剩下你就可以挑一些銅色鞋 像我就挑一些粉紅色 好組合完成 那我們就拿出這種 保麗龍膠來黏它們 我覺得不用黏到就是非常非常的死 就是一個大概就可以了 像這種手作小物啊 我都還是覺得 保麗龍膠是最 年薪最好的 當然是說 大家也可以去買熱龍膠啦 就是很多人會拿一支槍有沒有 我一直沒有去買 之後可能會去買 因為我覺得 那個畢竟還是比較方便 欸對嘛 放在這個 軟木塞上面好像比較好黏 軟木塞 我會想起我朋友的小孩了 軟木塞 我們後來都會叫它塞兒 塞兒真是太可愛了 好想它喔 我都會follow我朋友的臉書 就只為了看塞兒 完了我朋友一定會覺得 就是 我真的是一個復興漢 好 最後一個上來 這樣子就完成了 好 說真的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不先把這些黏起來 要先黏紙 因為我覺得 把這些黏起來之後 再黏紙 像一些 你有需要調整的地方 你就會沒辦法調 所以我想要就是 make sure這些紙都已經 就是弄好了 之後呢 我再來把這些 一個一個黏起來 這些黏起來也不難 就這樣子而已 有沒有 就點對點 點對點把它黏起來 有耐心的就跟我一起 黏完沒耐心的就可以自己快轉 搭配下了好久好久的雨啊 嘿嘿 喔對 你看大家要像我一樣小心一點 不然就是一個太用力有沒有 就會 怎麼講呢 我本來可能是在這邊黏好 焦一個太用力這樣子 然後焦就整個散掉 所以 各位要小心 我覺得 對有點不容易耶 好沒關係 怎麼辦 挑戰到我 不行為止 那就 可能要暫停 露營自己先黏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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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應該是黏的 啊我的媽呀 好 我決定先暫停錄影一下 好姐妹們給你們看一下就是我黏好囉 你看還是會散開 所以我覺得做這個的難度不在於步驟 而是 你要把它堆疊起來的時候真的 有一點點不容易耶 所以比如說像到這個地步其實我膠都已經黏得很好了 可是要等 一定要等它乾 我們再做下一個步驟會比較好 好的 確定它像這樣子已經全乾了 我要接著要來黏它的那個底座 底座的部分 我一樣也是用軟木塞 好 這樣子把它給黏住 ok 這樣子它就可以站立了對吧 好 先不管 就先讓它慢慢的去黏固定 我用打孔器打了幾個這種 叮叮叮叮 然後我又有買了這個 就之前在文具店買的 我本來想說要怎麼講呢 要做花圈的但是一直遲遲沒有做 好 鈴鐺的部分我想說我就隨便找一條這種伸縮的線 其實是有可愛的小段但是更好啦 但是我目前手上沒有 所以我想說就隨便找個東西把它掛起來 阿聖誕樹上面還要有一個 最上面的 這樣好不好 好齁 欸這都是隨機的喔 我都沒有就是想說要怎麼佈置 都是跟你們一起現在佈置 耶 而且其實我現在時間很趕 因為 我等一下還要趕著去跟你們直播 抽那個 我的聖誕節卡片 好 大概 大概黏一下 我看一下這樣有點好 有有有有 ok 然後這個是 聖誕樹材料的那個 小配件 這個都是度14K金耶 超厲害的 我在那個賣那種耳環電素材的那種材料點皮的 ok 這邊一個小蝴蝶姐 好Q喔 好很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鈴鐺給穿上去 可是我覺得這線好醜喔 只是掛的應該還好吧 你們覺得咧 好不管了 我先大概一下 如果真的太口的話 等一下就會把它拋棄 把它給拿掉 因為我只是想說這個鈴鐺不用擺不用 然後它又是綠色的 剛好聖誕樹不是綠色嗎 那因為我這顆 我這顆聖誕樹太粉紅了 哎呦我打劫真的是打的 反正呢 這個月是12月馬來就會不斷的有 一些聖誕節手作的素材出現給你們 好怕去弄到那個鈴鐺 好像還可以對不對 你們覺得咧還可以齁 OK好 那我想要再把這個給你們上去 這次就沒有材料包了齁 我沒有這麼多的軟木塞給給大家 剛剛已經跟大家說軟木塞已經受慶了 用完了 我覺得金色真的好好看喔 我超喜歡就是亮晶晶的東西 再一個要怎麼辦 在哪裡 怎麼辦 你們覺得咧 這裡嗎 怎麼辦 我是不是弄太多了 啊 沒得擺耶 那貼旁邊好了 就是讓它旁邊也有那個 而且我覺得這個應該要上面一點 就是堆疊不同層次 還OK嗎 OK齁 好 還可以放些什麼呢 這個斷帶 我知道 用這個斷帶來圍下面的這個軟木塞 好 試試看 不然這斷帶買了也不買不用擺不用 唉唷唉唷 這樣好像不錯喔 我從鏡頭看起來不錯 要圍圈還是打蝴蝶結勒 我覺得圍一圈就好 嘿 這個也是之前買的 然後我也都不知道要幹嘛用 你們會不會像我一樣啊 就是 買了東西 結果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用到 我都是這樣子呢 可是等到要用的時候 就會 欸好險上次有買這樣 包起來 OKOK 這裡再黏一下 我決定我之後要去買熱絨槍了 我覺得熱絨槍可能比較方便 可以很即時的乾 就不用這樣子 等它 再讓它給固定一下 你看這些麋鹿什麼的都超美的 這個都是度14K金 結果買了這麼多顆 我目前也不知道要幹嘛 沒關係留著 以後總是用得到 耶我覺得我的聖誕樹 這樣子就差不多完成了勒 還要再多加點什麼嗎 你們覺得勒 就差不多了吧 這個是 中國聖誕樹的那些毛球球 還是要加一些這個毛球球勒 好像也還可以 好 那我們來加個一兩顆 這邊一個 弄到鈴鐺上了 沒關係 這裡勒 這裡一顆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這樣加上來超可愛的 還有什麼顏色可以加 紅色 這樣加起來真的超可愛的 好我覺得這顆聖誕樹真的完成了 可愛吧 然後就可以放在家裡的某個角落這樣子 這樣子你們看不太到 好這樣子 耶 大家一起動手做吧 看完有沒有覺得非常簡單 你們有成功了嗎 非常期待你們的作品 我覺得像在這種特別的節日 然後動手做做一些小物 放在家裡當裝飾 真的是超級療癒的 因為除了卡片之外 其實我對於手做任何東西都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很常喜歡自己動手做一些小物 那這種小物都是獨一 獨一無二的 就是專屬於你自己 就算上面沒有你的名字 就是無形中上面也是有你自己的logo 所以對於這種手做小物 我是非常非常的迷戀 在昨天直播中 也有提到 我跟Candle Sweets 到時候下禮拜23號 12月23號 也有舉辦現場的教學 那有興趣的人呢 可以到FB粉專的那個活動的地方 點一下 然後就可以看到一些報名資訊價值 希望你們有機會 可以我們現場一起來手做 現場手做的部分就是 大豆精油蠟燭一份 跟聖誕節卡片 就是水晶球的那個聖誕節卡片 我都會把材料準備好 主要是一起完成的話 就是很開心 自己的小物這樣子 好 那就期待你們把作品做出來 那如果你們沒有這些材料也沒關係 你們也可以就是 看自己 包會自己的想像力做一棵樹 hashtag我 讓我看到也ok 就是我很喜歡看到大家的idea 還有作品 也都可以激發我的靈感 好那就在這邊先祝大家 聖誕節快樂 Merry Christmas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讚 分享留言 都可以 然後接下來 我有點想要做一個主題 是跟大家一起討論 怎麼寫手上這件事情 不是畫畫的部分 因為我畫畫的 技巧沒有很好 可是我想要跟你們一起討論說 要怎麼去設定明年度的目標 什麼等等的 這個你們會有興趣嗎 有的話 就是也留言讓我知道 那如果很多人想看的話 我就會把這個影片拍出來 因為我主要是想要把2016年我 2017年 就是今年我這個手帳翻出來 然後把2018年的目標也list好 然後可以比對啊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會比較有點像是一個 心靈雞湯的那種影片這樣子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也讓我知道一下 好那就這樣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掰掰 嗨姐妹們我是Nancy金金 12月是聖誕節的季節 12月是聖誕節的月份啦 很久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